郭台銘 今天要向各位宣布 我將鄭重的邀請賴佩霞女士 擔任我競選的搭檔 一起投入政務總統選舉 很多人認識賴佩霞 應該有各自不同的印象 年紀超長的可能是那位唱歌 優美動聽與諸葛亮同台 巡迴演出的賴佩霞 年紀再微小一點的朋友 賴佩霞可能是那位推廣身心靈運動 宣揚肺暴力溝通的精神導師 年紀更輕一點的朋友 賴佩霞可能是影集人選之人趙浪哲理 飾演總統候選人的林月貞 在我眼中賴佩霞是女性運動提倡者與推動者 賴佩霞是追求和平的身心靈工作者 我曾說過 我的競選搭檔人一定會能力比我強 賴佩霞女士便是這一位萬中選一的最佳人選 我將依賴賴佩霞女士的女性視角 為台灣打造更公平更對等的兩性文化 對身心靈研究的專業能力 為台灣打造出充滿愛與慈悲的平和社會 我將藉由賴佩霞女士的溝通技巧 凝聚台灣社會的集體共識 讓台灣不再充滿著內耗與衝突 而是走向團結 因此而更加茁壯 這次總統大選是台灣的關鍵轉折點 我郭台銘一位具有近50年產業經驗的企業家 搭配賴佩霞女士 一位優秀且千方位的作家與心靈導師 我們沒有任何的政治包袱 我們深知民間需求 我們渴望為民服務 我們將組成最強組合 將台灣打造出耳目一新的新氣象 2024我們一定贏 台灣加油 中華民國萬歲 謝謝大家 各位記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賴佩霞 今天在這裡正式告訴大家 我接受郭台銘先生的邀請 搭檔參選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 我相信朋友看到我站在這裡 心裡想賴佩霞 你搞什麼鬼 我的答案是沒辦法 我心裡面就是有一個聲音 君子有成人之美 只要我認定是對的 而且我也幫得上忙的 我就會全力以赴 絕不放手 我有一群當初跟郭董一起創業的老朋友 私下談起 他們都會說 大家看到的只是郭董他霸氣的一面 事實上為了公司的生存 他的身段比誰都還柔軟 這就是郭台銘拼搏的精神 我的專長是溝通協調 除了偶爾演戲 過去30年我都在念書 同時研究心理學 所以接下來 首先我要做的是 跟內部溝通 跟媒體溝通 就是你們 然後跟在野黨溝通 而最最重要的是 要跟全國的民眾溝通 兩岸和平 經濟繁榮 放野天下 絕對清廉 是郭董非常有把握的政見 身為副手 我的任務就是 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願 也希望除了霸氣總裁 大家還能夠認識到他 有情有義 先忍不拔 排除萬難的這一面 同時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會把政見做更清楚的說明 我們都知道 接下來無論任何人執政 未來四年都會是一條 非常艱辛的道路 只要大家希望看到在野合作 郭董就會繼續帶著團隊 朝那個方向前進